大家好我是洛西子 来栽点菜台 天气暖和的这个菜台长得特别快 几天就穿得牢高 这叫红菜台 这次是第三茬 这是收的第三茬 红菜台第一茬第二茬以后 就开始越长越细了 最先开始第一茬 它只有一个主茬 所有的营养都供在这个主茬上面 第二茬 看就有一二三四五个 它的营养就要供五个 这种菜台长 然后第三茬也是 四五个五六个 所以它就会越长越细 能够采收的就及时给它收掉 估计再摘个一叉两叉 我也要把它给拔掉了 等我那个苗育起来 也要开始种黄瓜呀 番茄呀 苦瓜这些了 每次收掉菜台之后 就把这些过于密集的叶片 老叶片 给它摘掉一些 太多的叶片 它就会消耗它更多的营养 不能集中营养去长菜台 我每次收完之后 我都会把老叶子摘掉一部分 这样子也会比较通风透气一些 哇 其他的 鸡蛋 一切火烧 干净 雪 很高 特别火烧 煮 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要慢慢的开始吃疼地方 要动茄子辣椒了 没有地方 而菜剥掉叶子之后 就长这个样子 其实它就是芥菜了一种 这个叶子可以做泡菜 用来做老坛酸菜 以后用来煮酸菜鱼 酸菜粉吃汤是非常好的 大叶片 三 我的手四夹 是60公分 拿回去做酸菜 扒了三根窝笋 窝笋细细的 就已经抽苔了 是因为种在儿菜的边上 那个儿菜长得实在是太大了 漆的这个窝笋 和窝笋的光照和通风都不好 所以它就长得不粗壮 今天的收获 鸡根小小的窝笋 这个儿菜的叶子 儿菜 油菜籽的菜苔 还有一些小的白菜苔 红菜苔 乱七八糟的搞了一框 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是封信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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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